大家好,我是康哥 我一直以來都很想拍一些關於 我覺得近排最好用的產品 或者近排最差的產品 看看大家有沒有共鳴 我今天就決定開始這個系列 可能不定期每三個月或者每半年就會拍一次 我們現在就開始這篇,GO! 我第一個想跟大家介紹的產品 就是這個Dangerful的眼線筆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平常都可以用的 我已經是第三、第四支 你看到它非常幼細 它是黑色和啡色的 之後它是很容易畫的 而且它可以畫到眼尾的尖位 如果你是手殘或剛剛開始畫的朋友 都可以用到 它比起用眼線液是容易很多的 所以我平常通常都是用眼線筆 多於眼線液的 最重要是什麼? 你出門在一些很熱的地方 出汗、出油 它都不會掉的 它可以維持24小時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用的產品 而且在日本買是便宜很多倍 所以我就在日本叫YOLI FRIEN買了很多 今天第二樣想介紹大家的產品就是這個 看上去就像一本書一樣 我去Amazon買的 它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書燈 這個質地是一個木的質地 給大家聽一下 然後打開之後就是一盞燈 用USB充電的 在這個位置有USB充電 它還有呢 它最好就是它每次開都是不同顏色 不同模式 就是這樣 還有一樣重點呢 就是這個非常之容易收藏 如果你不打開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攪進去櫃子裡 你平時可以這樣剪開 就做了一盞燈 你也可以呢 這裡有一個磁石這樣吸住 你這樣放在桌上 或者這樣放在桌上 都非常之美的 還有最棒的地方是 我覺得它很適合 就是你給你的同事 你的朋友 做交換禮物 或者做生日禮物 因為呢 如果他們不喜歡的話 可以這樣放進去的書櫃也可以 但如果不是的話 它可以 將不時開來做這個擺設品 那就是好像呢 近來就去Toronto那邊的酒店住一下 那我就發覺 他們也有這個書櫃 所以我就突然覺得 嘩 很自我買了這個書櫃 那我現在呢 就會把連結在櫃下 因為它是Amazon的 那大家就可以在Amazon買 如果是其他那些 我在日本買的產品 之類之類的 那你們就要自己去日本買 或者在香港的Watson市那些 那些都有的 好 接著呢 想跟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這個 Nivea的 這個有色潤唇膏 那我已經沒有包裝了 因為我已經馬上拆出來用了 但是我那時候在日本的時候 看到的時候就很想試試買 雖然可能很多人都已經說過這個產品 但我都很想推介給大家 因為呢 它是有色的唇膏 但是它也有滋潤的成分 那我有很多顏色的 如果你在日本的藥妝裡面呢 你每個藥妝店都不同的 而我買的呢就是這一隻French Pink 還有這一隻Coral Red 那這一隻呢 就比較帶橙色的唇膏 那一隻呢 就比較有色碎的那樣 那我就喜歡用這些螢幕 它好像沒有塗到唇膏 但是呢 令到你的臉呢 就陽光換髮的那樣的一些唇膏 然後最正的是什麼呢 平時呢 如果你去買那些化妝品呢 普通唇膏沒有潤唇的效果的情況下呢 你會呢 你塗了上去之後 可能會有些歸裂紋的樣子 但是呢 這個唇膏的好處是 因為它有潤唇的效果 所以你塗了上去之後呢 它都會令到歸裂紋呢 是會消失的 那所以呢 我非常建議大家呢 可以買這枝東西來試試看 那說起唇膏吧 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覺得超不好用的唇膏 就是我最近去日本的時候呢 順便買了呢 就是這一枝呢 DHC的潤唇膏啦 那它就說 橄欖油潤唇膏啦 然後又說超保濕啊 超潤啊 滋潤唇膏啦 但是呢 我想說呢 我塗完之後呢 只有一個油紙 因為我的嘴呢 之前呢 因為冬天的情況下呢 就乾燥到龜裂啊 爆血啊 哇 用完這枝 超級無敵肺 用完就沒用 你只會感覺呢 嘴是油軟軟 但是它是沒有吸收到任何的精華 或者沒有令到你的嘴呢 是變回不歸裂啊 不爆血啊 所以呢 我不是很建議大家買這一枝 這樣的潤唇膏 那跟著呢 想介紹的產品呢 就是這個 Matter Heal的這個 Toner盤啦 那這個Toner盤呢 它最好的用處呢 就是 平時呢 用這個 爽膚水的情況下呢 你就可能滴進去那些棉花裡 然後再慢慢印在臉上 很煩的嘛 但是這個超方便的 它裡面呢 其實已經有了這些 這些 充滿了爽膚水的棉花 那只要呢 把它呢 搭進去臉上 那我就已經可以了 我買這個呢 就是 膠原蛋白 其實它就有保濕啦 保水啦 之類的 然後最棒呢 就是 我這些懶人呢 如果早上起床的時候呢 那就是 要化妝啊 脂肌柱 可能你的臉上會覺得 噢很乾啊 你就可以做一個補救的方法呢 就是用它呢 就當是這個 保濕面膜這樣用 你搭三塊在臉上 然後呢 就等它10分鐘 15分鐘這樣 你撕了出來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化妝呢 那你就可以做到一個 緊急的保濕面膜的效果了 加上呢 它一盒呢 其實是100塊的 所以我覺得它性價比超級高的 那如果在韓國買應該便宜一點啦 那我去加拿大買的時候呢 T&T啊 或者Amazon呢 都有得購買這個 這樣的產品 那之後呢 那我就想跟大家說一下一個 我就覺得非常之可惜的產品 因為呢 現在呢 我知道Body Shop 它們準備去破產 啊 重新去規劃啊 之類的 那我以前呢 其實我買了很多年 買了十幾年呢 就是這一支 Body Shop 這支Body Shop 這支Body Shop 的茶樹油 那這個的好處呢 就是呢 它是非常濃縮啦 那你只要拿一點點 然後點進去你的暗瘡 那它就消謝了 那呢 但是呢 很可惜的就是呢 因為我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那要去Body Shop 打算買一下 結果它沒有出了 它已經出了這支 這樣版本的茶樹油了 那些牙膏裝的茶樹油 多想說呢 超級無敵差啊 這支 是呢 很濃縮啦 之後呢 你暗瘡的時候 是沒有消謝到啦 也都不建議大家買的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不要中伏啦 不要以為它便宜了 就買了 因為它真的濃縮到爆了 那最後一個呢 想跟大家介紹的呢 就是這個呢 Yogurt的指甲油啦 那這個Yogurt的指甲油呢 就是韓國出的啦 那它是一些GEL夾來的 那我都買了四支啦 我覺得它好用之處呢 就是你平時呢 如果不想給那麼多錢 去那些GEL夾的時候 想只是做單色的話呢 就自己可以買一兩支這些呢 就回家去塗啦 那它最棒的地方呢 就是它是非常之容易上手的 如果像我這些新手呢 去塗的時候呢 都沒有問題的 我之前買了另一個牌子 那就是 都是比較出名的GEL夾的牌子 它都是Main Career的 那但是呢 上手上去呢 是非常之難的 這個Yogurt的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上去的時候呢 它是會自己融合下去的 那就是呢 你平時呢 塗指甲的時候 一邊是 塗得多一點 一邊是塗得少一點的時候 那你會不會變了 深淺色的 但這個不會的 它會自己呢 融合在一起呢 變成一個平面的一個 GEL夾的效果 而且顏色呢 全部都是很漂亮的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應該會買它所有的顏色 我暫時來說呢 我覺得最好用的GEL夾牌子呢 就是這個牌子 大家呢 都可以試一下 考慮一下 買下這個牌子的GEL夾油去試一下 那我今天呢 就說了一大堆 我覺得很好用 還有我覺得超級無敵的一些產品 那希望呢 大家也會有共鳴啦 如果有共鳴的話呢 就可以在樓下留言跟我說啦 我之後呢 也都想拍一些 好像這些類型那樣 介紹我那段時期 喜歡的產品 因為我想知道 是不是除了我覺得好用之外呢 其他人也覺得好用的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還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有什麼想說 可以在樓下說的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